好來 這個圖形啊 同學要稍微認識一下 同學 請你注意看這邊 不要我在錄影的時候叫出你的名字 你會全國知名喔 因為這個會放到YouTube去喔 有誰想要成名的 我會多叫你幾聲 形容你一下是什麼樣的人 好來 這個圖形同學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圖形其實是一種矛盾圖形 有沒有聽過矛盾圖形 有沒有 沒有 矛盾圖形就是一種 矛盾圖形 什麼 就是它在二次元裡面 是可以實現的 畫得出來的 可是在三次元裡面 是不存在的 有沒有 看不到 看不到 來來 是不存在的喔 這是什麼意思 來你想像一下 如果這次有三根木頭 三根木頭 老師可不可以請問你 我們現在這樣子看 我們先看這樣子 這根木頭是在這根木頭前面 對不對 哈 這根木頭是在這根木頭前面 對不對 哈 所以它在它前面嘛 它在它前面嘛 請問你這一個有沒有在它前面 有沒有 A代V V代C A有沒有代C 有啊 所以同學這裡有 這個在它前面 這個在它前面 請問這一個有沒有在它前面 有嗎 可是你仔細看 奇怪 如果只看這裡 是它在它後面 它在它後面 這個就是矛盾圖形 有沒有 好 所以同學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是矛盾圖形 來 矛盾圖形 老師先教同學怎麼畫 以前在模擬考 曾經出過一題 矛盾圖形怎麼畫 叫你畫 來很簡單 同學 請你等一下照著畫 這樣子 先把這個外觀 不是六角形 老師畫得比較誇張一點 好 這裡圖是 哈 老師不要畫這麼誇張 這是三角形 把它腳切掉 哈 好這裡 不要到底喔 不要到底 不要到底 有沒有 哈 好了之後 再來喔 一樣照著這樣子畫 哈 這裡再 不要到底 不要到底 有沒有 好了之後 你注意看喔 我們這是要黏在一起的 有沒有 這裡是要黏在一起 有沒有 所以把這裡擦掉 這裡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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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矛盾圖形就出來 這個是最有名的矛盾圖形 叫編洛斯三角形 知道嗎 哈 好 好 他說 好像